最不一样的历史尽在明朝那些事 洪治六年和洪治九年 王守仁两次参加会事 却都落了榜 鲨鱼而归 父亲王华十分着急 王守仁自己也很沮丧 他没有料到 自己想当圣贤 却连会事都考不过 心里十分难过 要是换了一般人 此刻的举动 估计是在书房堆上一大堆干粮 在房梁上掉一根绳子 再背上一把利器 然后拼命读书备考 可惜王守仁不是普通人 他经过痛苦的思索 终于有所感悟 并做出了一个决定 为了得到父亲的支持 他又一次去找父亲谈话 我确实错了 听到这句话 王华欣慰地笑了 以你的天分 将来必成大业 落榜之事 无需挂怀 今后用功读书就使了 下次必定中榜 王华发完了感慨 高兴地看着自己的好儿子 按照通常的逻辑 王守仁应该谢礼 然后去书房读书 可是意外出现了 王守仁不但没有走 反而向父亲 鞠了一躬 说道 父亲大人 您误会了 我想了很久 是才明白 落榜之事 本来无关紧要 而我却为之 辗转反侧 忧心忡忡 为此 无关紧要之事 烦恼不已 实在是大错 王华又一次发懵了 可是王守仁 却毫不理会 继续说道 我以为 书房苦读并无用处 学习兵法 熟悉韬略 才是真正的报国之道 今后 我会多读兵书 将来报效国家 说完这几句话后 他才不慌不忙的 行了一个礼 飘然而去 面对着王守仁 离去的背影 刚刚反应过来的王华 发出了最后的怒吼 你要气死老子呀 王守仁没有开玩笑 在26岁这年 他开始学习兵法和谋略 甚至开始练习武艺 学习骑射 当然了 最终 他还是给了自己老爹 几分面子 四书武经 仍旧照读 也算是对父亲的 些许安慰 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学习中 王守仁 逐渐掌握了 军事的奥秘 和非凡的武艺 此时 武装他头脑的 再不仅仅是四书武经 圣人之言 文武兼备的他 已悄悄地超越了很多人 对于他们而言 王守仁已经变得过于强大 就这么 过了两年 半工半读的王守仁 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三次会试 这一年 他28岁 要说这位王守仁的智商 真不是白给的 他这么瞎糊弄三年 竟然还是中了榜 而且据他父亲调查 原先他的卷子 本来是被评为第一名的 可是有人走了后门 看来啊 这招生黑幕真是厉害 一下子把他挤到了二甲 不过这也无所谓了 王守仁总算是当了官 没给他老爹丢脸 可惜啊 他没有混上汉林 直接被分配去了工部 也就是建设部 但根据工作日志记载 王守仁不算是个积极的官员 他从来都不提什么合理化建议 也不当岗位能手 却在这时认识了李孟阳 俩人整天一起研究文学问题 这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生活 但在光鲜的外表下 王守仁的痛苦 却在不断的加深 他的痛苦来源于他的追求 因为他逐渐感到 诸圣人所说的那些 对他似乎并不起作用 他今天隔一屋 明天又隔一屋 隔得自己狼狈不堪 却毫无收获 而一个偶然的事件 让他发现在诸圣人的理论中 存在着某些重大的问题 这里先提一下诸圣人理论中 最为重要的一个观点 说起来真可谓是 家喻户晓 鼎鼎大名 存天理 去人欲 这句话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 则更为著名 饿死是小 失节是大 这句话曾经被无数人 无数次批倒批臭 我就不在这凑这个热闹了 但还是有必要解释一下 这句话的真实意思 因为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 这也是一个深奥的哲学原理 大家要知道 诸圣人的世界和我们的是不同的 这位哲学家的世界是分裂成两块的 一块叫做理 另一块叫做欲 诸圣人认为 理是存在于万物中的 但却有着一个大敌 那就是欲 所谓理 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和准则 只要人人都遵循了理 幸福的生活就来了 那好处多了去了 天下安定了 世界和平了 宇宙也协调了 换在今天 这玩意儿还能降低犯罪率 稳定社会 那些翻墙入室的 飞车抢包的 调戏妇女的张三 李四王二麻子 会通通的消失 可是欲出来捣乱了 人心不古啊 人类偏偏就是有那么多的欲望 吃饱了 不好好待着 就开始思考着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 搞得社会不得安宁 所以诸圣人的结论是 要用客观世界的理 去对抗主观人心的欲 通俗的说就是 为了追求理想中的崇高道德 可以牺牲人的所有欲望 包括人性中最基本的欲望 这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极大 或者说是极坏影响的理论 到了明代 这套理论已经成为了各级教育机构的通用教材 也是大明王朝各级官僚们的行为法则和指导思想 在那个时候 诸圣人的话就是真理 没有多少人敢于质疑这套理论 可是王守仁开始怀疑了 这源于一件事情 洪志十四年 王守仁调到了刑部 也就是司法部 当时全国治安不好 犯罪率很高 大案要案频发 他便从此远离了办公室的坐班生活 开始到全国各地出差审案 但是审案之余 王大人还有一个爱好 那就是四处登山逛庙 找和尚道士聊天 因为他隔来隔去 总是隔不出名堂 只好改读佛经道书 想找点灵感 不久之后 他到了杭州 在这里的一所寺庙中 他见到了一位禅师 据庙中的人介绍 这位禅师长期参佛 修行高深 而且已经雾透生死 看破红尘 是各方僧人争相请教的对象 王守仁即刻拜见了禅师 他希望得到更多的启示 可是他失望了 这位禅师似乎没有什么特别 只是与他谈论一些 他早已熟知的佛经禅礼 他慢慢的就失去了兴趣 而禅师也渐渐无言 双方陷入了沉默 在这漫长的沉默之中 王守仁突然有了一个念头 他开口发问 打破了沉寂 禅师 有家吗 禅师睁开了眼睛 答道 有 那家中尚有何人 母亲尚在 你想他吗 这个问题 没有得到极客的回应 空荡荡的庙堂又恢复了寂静 只剩下窗外凌厉的风声 两久之后 一声感叹 终于响起 哎 怎能不响啊 然后禅师缓缓地低下了头 在他看来 自己的这个回答并不符合出家人的身份 王守仁站了起来 看着眼前这个惭愧的人 严肃地说道 想念自己的母亲 没有什么好羞愧的 这是人的本性啊 听到这句话 禅师没有回应 却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他庄重地向王守仁行礼 告辞而去 第二天 禅师收拾行装 舍弃禅师的身份 还俗回家去探望自己的母亲 寺庙的主持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上门求佛的人竟然把自己的禅师给劝回了家 要是让他再待上几天 只怕自己这里就要关门了 便连忙把王大人请出了庙门 王守仁并不生气 因为在这里 他终于领悟了一条人世间的真理 无论何时何地 有何种理由 人性都是不能 也不会被泯灭的 他将永远屹立于天地之间 正是从那一天起 王守仁意识到 朱熹可能是错的 他开始明白 将天理和人心分开 是不对的 人虽然有着种种的欲望 但那是正常的 也是合乎情理的 抢行用所谓的天理来压制 绝不可能有任何效果 王守仁并不知道 经过十几年的思考和求索 他已经在无意识中突破了诸圣人的体系 正向着自己那宏伟光辉的目标 大踏步的前进 可要想走到这条圣贤之路的终点 他还必须找到最后 也是最为关键的疑团的答案 理 虽然他不赞成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 也不认可人心和天理的分离 但理毕竟还是存在的 只有找到那个秘密的理 他才能彻底击溃朱熹的体系 成就自己的圣贤之路 可是理在哪呢 这又不是猪肉排骨 上对门王屠户那 花上几文钱就能够买到 奇珍异宝之类的 虽然不容易搞到 但毕竟还是有个盼头 可这个理 看不见摸不着 连个奋斗方向都没有 上哪去找呢 于是唯一的方法 只剩下了隔 王守仁只能相信 程仪老师的话了 今天隔一个 明天隔一个 相信总有一天 能隔出结果的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 啥都没有隔出来 王守仁十分苦恼 他开始意识到 可能是方法不对 可是他也没有别的法子 只能是整日冥思苦想 但是无论如何 他依然坚定的相信 只要坚持下去 是能够成功的 因为他隐约的感觉到 自己已经接近了 那个最终疑团的谜底 成功确实就要到来了 可是老天爷 偏偏不做亏本买卖 在将真相透露 给王守仁之前 他还要给他一次 沉重的打击 考验他的承受能力 以确认他是否有足够的资格 来获知这个最大的秘密 这就是之前提到过的 六部九卿上书事件 事实证明 哲学家王守仁先生 不是一个只会整日空想漫谈的人 他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勇气 南京的阎官代险上书被停账 大家都上书去救 由于刘锦过于强势 很多人的奏折上都只谈从宽处理 唯独这位仁兄不但要救人 还在奏章中颇有心意的 给了这位私礼监 一个响亮的称呼 权监 刘锦气坏了 在当时众多的上书者中 他特别关照了王守仁 不但打了他四十停仗 还把他贬为贵州农场议的议程 这个职位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贵州农场招待所的所长 农场就在今天的贵州省修文县 贵阳市管辖的境内 在改革开放的21世纪 那个地方都还算不发达地区 在明代那就更不用说了 压根就没什么人 那里的招待所别说人 连鬼都不去住 王守仁原先大小 也是个六品主事 结果一下子变成了王所长 那么农场招待所所长是几品呢 答案是没品 也就是说大明朝的官员等级序列里 根本就没有这一号人物 基本算是清除出高级公务员队伍了 于是天资聪慧近世出身的王哲学家 就此落到了人生的最低谷 可这还没完 还有一场更为严峻的生死考验 在等待着他 刘瑾是一个办事效率很高 做事很绝的人 他罢了王守仁的官 打了他的屁股 却并不肯就此罢休 为了一解心头之恨 他特地找来了杀手 准备在王守仁离开京城 赴任途中干掉他 这一招确实出人意料 一般说来很难防备 可惜刘瑾并不真正了解王守仁 这位兄台虽然平日研究哲学 每天格物看起来傻乎乎的 其实他还有着另外不为人知的一面 王守仁从小就不是一个安分的人 他应该算是个人精 连他那考上状元的爹都被折腾得无可奈何 初中文化的刘瑾 就更不是他的对手了 他早就料到刘瑾不会放过他 便在经过杭州时玩了一个把戏 把自己的帽子和鞋子丢进了钱塘江 为了达到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目的 王哲学家作戏也做了全套 还留了封遗书 大概的意思呢是 我因为被人整得很惨 精神压力太大 所以投江自尽了 这一招很绝 杀手们听说这个人已经自尽 就回去交差了 更搞笑的是 连杭州的官员们也信以为真 还专门派人在那个江边上 给他燃了点香 烧了点纸 祭奠了一番 而此时 魂魄完好的王守仁 已经流窜到了福建 他虽然保住了命 却面临着一个更为麻烦的问题 下一步怎么办 不能回京城了 更不想去贵州 想来想去 也没出路 看来只能继续流窜当忙流了 可盲目流动 也是有个流动方向才行 往南走 还是往北走 在五一山 王守仁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因为在这里 他遇到了一个老朋友 他相遇故之 王守仁高兴之余 便向对方请教自己 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的这位朋友 思考了很久 给了他一个天才的建议 还是算一卦吧 好像这种建议 咱们以前似曾相识 于是一百多年前 老朱同志参加革命前的那一幕 又重演了 在王守仁紧张的注视下 算卦的结果出来了 立在南方 那就去南方吧 王守仁告别了朋友 踏上了新的征途 但他仍然不愿意去贵州 便选定了另一目的地 南京 此时他的父亲王华 正在南京做官 而且还是高级干部 立部尚书 但王守仁此去 并非是投奔他的父亲 而是秘密前往的 因为他已经在中央挂了号 稍有不慎 可能会把父亲也拉下水 他之所以要去南京 只是因为还有一件事情 没有了结 王守仁十分清楚 自己的父亲 是一个传统古板的读书人 他并没有什么伟大的梦想 只希望儿子能够追随自己的足迹 好好读书做人 将来混个功名 可现实是残酷的 自己从小胡思乱想 这就不说了 十几年都没让他老人家消停过 好不容易考中了个进士 现在还被免了官 事到如今 前途已经没有了 要想避祸 看来也只能去深山老林隐居 但是在这之前 必须给父亲一个交代 于是他连夜启程赶往南京 见到了他的父亲 父亲老了 经过二十多年的岁月磨砺 当年那个一本正经 板着脸训人的中年人 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 满面风霜的老人 见到儿子的王华 十分激动 他先前以为儿子真的死了 悲痛万分 现在见到活人 高兴的老泪纵横 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只是不断的在那磨眼泪 王守仁则声凭第一次 用愧疚的语气 向父亲致歉 我意气用事 把功名丢了 对不起父亲大人 可是他听到的 却是这样一个意外的答案 不 这件事情 你做得很对 王守仁诧异的抬起头 看着欣慰和首的父亲 他这才明白 那个小时候刻板的管束自己 看似不通情达理的父亲 是一个善良宽容的人 经过与列子长达十余年的不懈斗争 王华终于了解了 儿子的本性和追求 他开始相信 这个列子会成就 比自己更为伟大的事业 他的未来不可限量 父子交谈之后 王华问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儿啊 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王守仁叹了口气 我在这里只会连累父亲 京城也已回不去 只能找个地方隐居 这看来已经是唯一的方法 但王华却摇了摇头 你还是去上任吧 上任 到哪里上任 去当所长 毕竟你还是朝廷的人 既然委任于你 你就有责任在身 还是去吧 王守仁同意了 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就这样 摆别了父亲 王守仁带领着随从 踏上了前往贵州 龙场驿站的道路 在那里 他将经受 有生以来最为沉重的痛苦 并最终获知 那个秘密的答案 王所长向着他的就职地前进了 由于他的父亲是高级干部 所以多少还给了他几个随从下人 陪他一起上路 但是这些人并不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地 只知道是跟王大人的儿子去就任官职 这么好的差事 大家积极性自然很高 一路上欢歌笑语不断 只有王守仁不动声色 因为只有他知道要去哪里 去干什么 走着走着 随从们发现不对劲了 好地方都走过去了 越走越偏是越走越远 老兄 你到底要去哪啊 王守仁还是比较诚实的 他说了实话 我们要去贵州龙场 随从们的脸立马就白了 王大人 你太不仗义了 那里平时可是发配犯人的地方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